最近一段时间,欧盟频频在涉华问题上污蔑指责中国 中方进行强力反击之后,他们依然不惜去教训 近日,欧盟又发表所谓声明,就一小撮反中乱港分子获行大放厥词 综合环球时报等报道,日前,反中乱港分子黎智英等人被判刑后 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言人发表涉港声明 对香港问题指手画脚,欧盟在声明中宣称 10名所谓民主运动人士因参与和平抗议活动获罪 表明香港民主空间不断缩小,基本自由受到侵蚀 此外,欧盟还指责中方有关做法影响了中欧关系 针对这一所谓涉港声明,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进行了驳斥 中方指出,欧盟行进是公然插手干预中国香港的司法活动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要求欧盟恪守不干涉内政这一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停职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中国驻欧盟使团还强调,今日知中国早已不是西方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 众所周知,那些反中乱港分子根本不是欧盟口中所谓的民主运动人士 他们是暴徒和分裂分子,获罪完全是罪有应得 欧盟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章目,暴露出其双标的丑陋面目 当美国国会大厦受冲击时,美国政府称这是国内恐怖主义 欧盟政客也定义国会山事件是暴乱 然而,面对分裂分子掌乱香港社会秩序 欧盟却宣称那是和平抗议活动,这完全是罔顾事实,信口雌黄 欧盟悍然干预中国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再次显示其破坏香港稳定的险恶用心 一段时间以来,欧盟在涉港问题上说三道四,甚至不断对华出招 据悉,日前,欧盟还计划发表一份声明,攻击中国在港颁布新的安全法 然而,这一反华阴谋因被其成员国匈牙利反对而破采 不过,有报道称欧盟并不死心,计划于5月份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显而易见,正在破坏中欧关系的不是中国,而是欧盟 但中国与欧盟经济关系紧密,如若中欧关系受影响 欧盟利益也势必会受罪,如果他们肆意染指香港事物 干涉中国内政,不听劝告执意一条道走到黑,必会遭到中方的强势回击 此前,欧盟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制裁中方有关个人和实体 中国迅速进行有力反击,就已经彰显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意志和决心 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痛击欧盟及其他西方国家 正如中方所警告,现在早已不是欧美可以横行霸道的时代了 当今,中国也容不得西方国家为所欲为